双溪区上林里一个月举行一次银法共餐 今天举行四月份的共餐活动 区长林瑶姐也到场和长辈画家常 以及跳健康操 因为一个月才聚集一次银法长辈 在餐前也教长辈动健康 增加肌耐力延缓老化 一些老人健康的问题 用油的问题 生活 运动的问题 还做健康操 每个月健康操 大家舒缓在这里身体 大家很欢迎在这里共餐 就很快乐 再度过一天 所以这是最大的目的 当地医长就说 一个月一次的共餐活动 最大的意义是希望社区银法族 都可以走出家门 一起齐聚在据点 分享生活经验 也让里长和工部门了解 长者的生活状况 并透过各项宣导和动健康活动 让长者吸收心知 也促进身心健康 透过这样的运动 让老人家能够在平常这边练习 回去也能够练习 尤其在我们偏乡里面 那就是希望老人家 大部分都自己住在家里 所以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身体 尽量去照顾好 避免在家里 尤其在家里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是浴室跟厨房 那让他们 我们也贯助他们的观念 那要注意 这个部分就是让 长辈养成运动的习惯 上西区区长表示 今天共餐前带领老人家 来做健康促进活动 增加肌耐力 可以避免跌倒等情势发生 这也是公所一直在推动的 包括引法奇迹班等等 都希望长者可以借由课程 或是共餐前的活动 活络筋骨增加肌耐力 让自己的身体机能更好 防止快速老化 介绍为双西采访报道